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在14号晚出席 基隆信赖台湾之友会成立大会时 在此抛出谋独言论 遭到岛内舆论的齐声踏法 积极备战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 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14号晚出席基隆信赖台湾之友会成立大会时 再抛谋独言论 叫嚣所谓没有主权的和平不是真正和平 赖清德还宣称 一旦接受九二共识 一个中国原则将让台湾陷入更深的陷阱 此番言论一出 立即引来岛内舆论齐声踏法 台湾忠实电子报刊发评论痛批 现在台湾社会关心的 绝非是两岸和平的口号 而是维护和平永续和平的具体方案 从这个角度看 民进党施政七年间 台湾民众亲眼见证 和平流失 战云笼罩 怎会再亲信 民进党高喊的所谓和平呢 过去七年 两岸关系的动荡 早已让民进党信用破产 我们赖清德到底在干嘛 而且赖清德几乎这两个月 每一个礼拜都是不同的两岸论述 我跟你讲 他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最近我们有几个民调 已经看出来 就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 对赖清德是有意见的 对 所以他得到的支持不如预期嘛 会怕嘛 对 因为到时候打仗的就是你们嘛 对 对不对 所以你就看到他开始变 变花样 变出各种 想要讨好年轻人的议题嘛 事实上 赖清德成为民进党 2024参选人以来 不断对自己的点案论述 进行调整 4月12号 赖清德正式获得 民进党2024大选的提名时 声称要与大陆展开合作 增进点案人民的福祉 之后他又抛出 台湾没有所谓统独问题的论调 5月6号 在成立新如信赖台湾军友会现场 赖清德旺称 不能接受九二共识 一中原则 签订和平协定 来换取和平的说法 他还叫嚣称 这样的和平不是真和平 此外 赖清德还旺称 要增强台湾的防卫力量 对于赖清德的言论 国民党副主席连任文 直接点出赖清德的本质 不管用什么样的话术 怎么样文青的言语 其实都没有办法掩饰 赖清德先生主张台独 会把台湾带入危险状态 这样的事实 岛内舆论也痛批赖清德的言论 称其变来变去 却只是换汤不换药 本质根本没变 只想骗血票 无论赖清德如何包装 新瓶装旧旧的台独路线 都只会是绝路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指出 台湾民众都知道 民进党的台独党纲 是点案引战的导火线 换了抗中的汤 换不了台独的药 台湾中国时报则发文表示 在连岸关系的语言运用上 赖清德极尽混淆之能事 有高度诈欺性 这么粗糙的论述 更证明赖清德恰恰可能成为 战争的引爆者 相关问题我们连线北京演播室嘉宾 时事评论员朱松林 祝先生您好 对于赖清德妄图否定一中谈和平 这样吃人说梦台独言论 您有何评论 赖清德的这一番言论 首先暴露了他真实的政治立场 那就是他一直是一个台独分裂主义者 他的态度和立场一直是毛秋台独 所以无论他怎么样进行包装 无论他采取怎样的花言巧语 无论他采取怎样的所谓缓和的姿态 其实都掩盖不了他的立场和态度 第二点 大陆方面明确提出来 有台独就没有和平 如果说想和平的话 那必须在九二共识的 共同政治基础之上 共同推动 赖清德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无异于吃人说梦 是因为台独和和平是不兼容的 只要是明确喊着台独的口号 只要是打着台独的 这样的一些言论口号旗帜 就根本不可能谋求到和平 两岸之间也不可能有和平 赖清德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很明显是想把台独和和平勾兑起来 使得一方面自己坚持自己的台独立场 另外一方面又向台湾岛内的民众 释放出迷惑的信号 告诉他们 只要选了自己以后 也可以谋求到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 这样的一种说法 很明显是吃人说梦的说法 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赖清德的这一说法 明显是骗取选票的说法 一般来讲 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岛内的民众 越来越希望两岸之间走向和平 越来越厌恶民进党 所挑弄的两岸之间的是非 希望两岸之间走向和平 而不是战争 所以说未来岛内的选举 到底往何方向去 民进党到底往哪个方向去 论述自己的两岸政策 恐怕还是要在未来的观察当中 继续的事不以待 但是无论他怎么样进行包装 恐怕赖清德的这样的一种观点 立场 民进党的基本的这种台独的立场 都不会改变 好的 谢谢朱先生的点评